30多岁,失业在家,不好找工作,爱打游戏,想做主播赚点钱 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如果你也想,请跟着我往下看 首先,直播设备不重要 什么PS5,电脑,显卡,相机,镜头,灯光,采集卡,编辑软件 这些东西只要是个人,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没什么基础含量 如果你是想以赚钱为目标,就需要大量粉丝 你怎么能让大家都喜欢你的内容,这是你要提前考虑的 另外,直播间需要有人气 你是通过什么留得住人,让大家给你点赞,刷礼物,甚至买你的货 这也是需要提前考虑的 我估计很多玩家都会说,我喜欢玩游戏,这个游戏,那游戏 我一有电脑,买个采集卡就可以直播了 不说话,不露脸,就在那一个劲的打 结果直播间里只有五个人 有一个是主播,有一个是我,还有俩是主播的亲戚 如果你也打算这么做,我劝你,别做 做之前,先好好想想你有什么活 你能给大家,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我之前看过子语打智狼的教程 很好,这女子声音很好听 她的视频除了能提供有价值的干货之外 我还很喜欢她的声音,而且对她的容貌也充满了幻想 我还看过冤种说车的直播,她那个直播间是搞笑直播间 不讲汽车,两到三万人在线 来的人都是看热闹看乐子的,而不是来看她说干货的 视频的最后,我说说直播需要的设备 是入门配置,本着少花钱不花钱的原则 以PS5游戏直播为例,除了有PS5之外 还需要有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 甚至老一点的电脑也可以 建议用现成的 响卡也不用非得是买独立响卡,买中高端的 使用CPU集成的响卡就可以 比如英特尔很多年前的UHD630都可以 还有初期不用买采集卡 用索尼自带的串流软件替代采集卡 拍摄视频用手机就可以 视频剪辑软件可以用免费的剪映专业版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平台直播是需要你有一千分 粉丝的,以上这套设备可以算是PS5直播打游戏最便宜的起步方案了 当然你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比如布光,串轴软件怎么使用,麦克风如何接 怎么剪辑视频,推流,码率怎么选,等等等等 有很多需要学的东西 等以后你的直播间人气上来了 你有信心了,再花钱升级这些设备不吃 视频的最后我再补充一句 男人的中年危机失业都是暂时的 都是可以过去的 哥们我也是过来人 这方面以后有机会再分享 好